传递激情奉献爱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跟着圣火看中国特别节目 离开了贵州 今天奥运圣火来到了山城重庆市 传递的首站是在重庆市的万州区 说到万州呢 这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 今天的万州城区 是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新建的一家 那么今天奥运圣火经过这里 也让人们再次体会到了万州既古老又崭新的一面 来看看今天圣火传递的情况 慕安一分钟 梦安一分钟 drawing 山菇 这一个梦想不坎的心 天哪 最后 is 这是一位年纪21岁的万州小伙子 他叫中国顺 年纪虽小 却早已在前年就荣英世青赛的举重冠军了 在热烈的诸卫生中 奥运圣火从体育场出发 正式踏上了29.4公里的传递全程 不过由于重庆呢 这是一座江湖交错重鸾叠杖的山城 所以今天火炬传递 绝大部分都是靠车载来传递 208名火炬手的传递路线只占7.5公里 尽管如此烟雨蒙蒙中 一直燃烧的圣火在172万万州人的高呼声中 不会错过这座三峡美城的任何一道绝好的风景 您现在看到的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西山钟楼 这是万州长江二桥 它也承载着万州的历史风貌和新气象 作为中国三峡蓝图中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 万州既古老又崭新 沿着百安大道通过江南新区隧道 经过百安法移民新区 占三峡移民总数五分之一的万州人 希望今天的圣火能够点亮他们 恪守十年的三峡移民精神 并把这种精神传递给灾区同胞 那么这样的一位小朋友 相信在他长大之后 他也会为见证奥运圣火的到来而感到骄傲 同样第187号火炬手谢后果 这是一位和共和国同龄的普通退休工人 多年来他一直通过骑自行车 为北京奥运会做宣传 尽管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受伤了 他体内被植入了一条0.3米的钢筋 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这项活动 因此他被家乡人亲切的称为西部第一女车手 和这位西部第一女车手相似的是 你现在看到第105号火炬手 谭家国 他激情奥运的方式呢 也很特别 他是从万州一路徒步走上了北京 宣传奥运 今年4月份 他终于完成了这个宏伟计划 谭家国说 等待奥运结束之后 他还要继续徒步走完全中国 因为他认为 这才是奥运会要体现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无疑今天的万州火炬手们 是把这种精神诠释的无比完美 直到圣火盆点燃的最后一刻 最后一棒火炬手 你现在看到的他叫王林刚 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万州人 同时呢 他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救灾英雄 作为万州公安消防支队的队长 四川地震之后 他率队救灾 成功解救了遇难者 五人 那么就在王林刚点燃圣火盆的同时 火炬手们与万州民众一起 对灾区同胞发出了共同的祝愿 虽然有点下雨 但也体驾了我们所有火炬手 跟灾区同胞与 同州共渡难关的决心 在这里有祝愿他们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川渝一家 受足勤生 共渡难关 相互支援 希望灾区的人民早日康复 早日同一个到重建家园 我们都知道万州是一座移民城市 三峡水库蓄水之后 重庆是万州去的大部分 就被淹没到水下 156米的水位 似乎成为了万州历史的分界线 现在在闭波荡漾的三峡闭波之下 曾经是万州繁华了100多年的商业街 而在三峡水位线之上 则是不断长高的新的万州城 重庆市万州区位于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地 距离重庆主城区300多公里 是三峡工程移民量最大的城市 万州区有26万多人为三峡工程而搬家 也就是说 每五个三峡移民中就有一个是万州人 万州可以说是高峡平湖托起的一座移民新城 万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充沛的降雨在这里造就了亚洲第一铺青龙瀑布 一山傍水的万州与水有着不解之源 万州因万川碧汇而得名 依靠长江黄金水道 万州成为长江上游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 1902年辟为商部 1917年设立海关 大量外商的涌入 使这座城市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西洋建筑随处可见 深居内陆的万州近年陆续建成了机场 铁路高速公路 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形成 浩浩长江练就了三峡秀夫 坚韧不拔的性格 也曾激荡起万州集市人何其方的万丈豪情 今天万州因三峡工程再次焕发了青春 正变得更加美丽多姿 现在的万州呢 就是原来四川的万县 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化为了万州区 万州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 因万州碧会万商云集而得名 是长江十大港口之一 是重庆和宜昌之间最大的城市和港口 三峡水库蓄水之后 重庆万州区的大半部分被淹没到水下 因此现在的万州城区是新建的 那么今天网友天天和就说 直辖之后经济发展的挺快 现在的万州新城挺不错的 网友绝命萧萧还说 移民新城日新月异 万州呢是一座古城 境内有三国时期 吴国名将甘宁木遗址 李白遗迹等许多文化遗存 万州即江城山城于一身 也是一座旅游城市 有青龙大瀑布 金岛印福等许多棋尾的自然家景 同时呢 大家都知道万州小吃也是非常的著名 其中有杂酱面 万州烤鱼和羊肉 肥肠格格等等 而失先太白酒 玉兔盘电池 鱼拳盘榨菜 飞马味精 鼠绣果汁等产品 在全国也是享有盛誉 万州啊真是历史悠久 有着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 今天呢 我还要给您介绍一项 承载了千年文化的民间艺术 民间取义 川东竹琴 这个川东竹琴啊 是起源于唐代 为道教器物 又名道琴 如今在万州的街头巷尾 还能够经常欣赏到这种艺术表演形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穿东竹琴的道具 是由一根长约2.5到2.8尺的竹筒 和一对竹板组成 筒为竹琴 板为减板 竹琴做工十分讲究 尺寸用料均有严格要求 目前川东竹琴已经通过文化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组专家评审 正在向社会攻势 川东竹琴弹唱的内容十分广泛 既有正宗的竹琴戏文 又有现场见子打子的即兴弹唱 既有深邃含蓄的高雅正戏 又有娱乐打趣的滑稽段子 包罗万象无奇不有 川东竹琴的表演形式 大致可以分作战两种 表演人数可多可少 形式可以自打自唱 对唱表演唱 它的曲目丰富 唱调优美 音韵和谐 朗朗上口 抗枪曲牌大致为九板十三强 在万州农村 还能看到一种特别的弃乐演奏形式 那就是有1800多年历史的甘宁古乐 甘宁古乐起源于三国时期的蜀国水田坝 因为当地诞生了东吴大将甘宁 后改称甘宁霸 现在是万州区甘宁镇 甘宁古乐包括 鼓吹乐 吹打乐 锣鼓乐 三个主要乐种 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逢年过节时 当地百姓都会自发组织表演 万州文化积淀深厚 不仅有全国独一无二的 川东竹琴和甘宁古乐 其民调 民谣 杂技 川剧等民间艺术也位为大观 八楚文化 外来文化 三峡文化交汇于此 共同形成了独居特色的川东文化 了解了万州破具特色的川东独秦之后 我们再为您介绍一种 三峡的民间工艺品 叫三峡刺绣 一起来了解一下 挑花刺绣工艺 在三峡地区民间流传 有上千年的历史 与传统的苏绣 鼠绣 香绣 月绣 四大名绣相比 在反映内容上 突出三峡地区的风土人情 自然人文景观 人们也给它取了一个 极富地域特色的名字 三峡绣 这四幅绣品都是三峡民居系列 通过我们三峡地区特有的 扁单 大梯子 生命力非常旺盛的黄角树 还有我们这独特的吊脚楼 来体现我们三峡地区 整个民居的这样一个风格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风格 石磊是一个来万州创业的外乡人 几年前重振边临湿船的三峡刺绣 从一双小小的绣花鞋垫做起 逐渐发展 把三峡地区的人文历史 自然风光 移民文化 诗词书画等 通过一幅幅刺绣作品展现出来 我们想通过我们三峡秀 来传播三峡文化 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三峡文化的独特魅力 和博大精神 其实三峡秀的主要创作者 是生活在三峡地区广大的农村妇女 她们把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一针一线 丝丝缕缕缕地描绘在刺绣作品当中 靠一双巧手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创作一幅刺绣作品 少则一周 多则数月 凭着对三峡刺绣的热爱 在石磊的带动下 如今有两千多名三峡妇女 加入到了传承三峡刺绣文化的队伍中 她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三峡秀娘 说到踢剑子呢 她可以说是中国一项最古老的民间体育游戏项目了 那么在今天万州的火炬手中呢 就有一位被誉为是十年之内无人能及的中国花剑第一人 她就是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 她叫邓丹 一起来了解一下她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体育局的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27岁的邓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七个年头 她主要负责的是群众健身工作 邓丹接受过舞蹈 艺术体操和杂技的训练 在1992年 她开始练习花剑 并成为了一名花剑运动员 如今她每天都坚持训练 邓丹正在练习的这个动作叫还龙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邓丹一个人能够完成 2000年邓丹第一次来到全国农运会的赛场时 她就带来了这个动作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们都不太了解全国的水平到底是怎么样 我比赛之前特别紧张 然后手心全是汗 但是当那个就是念到我的名字 然后到我上场的时候 我就会一点都不紧张 凭借着还龙等高难度动作 邓丹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 就取得了自选动作第一名和规定动作第三名的好成绩 今天邓丹高举祥云火炬在万州完成了属于她的传递路程 邓丹说她要像珍藏宝贝一样好好的抱琴火炬 我会把我放到我们家最醒目的地方珍藏起来 让到我们家的人觉得因为这是一件太光荣的事了 不是任何人都能参与的对吧 然后能到我们家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来我们家的人看到 觉得挺光荣的吧 好观众朋友 在今天召开的北京2008奥林匹克火炬接力新疆的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了解到6月16号 奥运火炬在结束了在重庆城区的传递之后 将会直接搭乘专机飞往新疆的乌鲁木齐 6月17号奥运圣火将开始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进行传递 那么届时呢 新疆2000多万各族群众将会以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歌舞表演来欢迎奥运圣火的到来 另外观众朋友从明天开始也就是6月16号 我们跟着圣火看中国节目将会改在每天的18点播出 也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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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love each other we dream trip for the sky